我很喜歡他有一句歌詞 編曲監製作曲填詞都是你 我現在不喜歡這首Love Song 我覺得So-Called Love Song是像我自己 因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選擇一個伴侶的話 我不會選擇一個不斷選擇我的人 因為我覺得是兩個去互相挑戰對方的時候 大家才會進步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大 如果一個人永遠都要保護另一個人 好像韓劇那些男主角的話 其實是很辛苦的 為什麼你會把自己的生活變成另一個人的負責 所以在MV的角度 其實是講我跟一個robot去拍拖 因為講那個男生的角度已經是完全 是被這個社會的社交媒體 洗腦會覺得一段感性是必須要這樣走 那個女生就由一路跟著她的方法 慢慢發覺我好像沒有了自己 在裡面 很想做一個人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好像很多東西都被科技 控制了我們的思考方向 其實她說 覺得未來的日子 會不會連你的愛情都會被科技影響到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每次看的資訊 可能見到別人這樣就代表著幸福了 在我的角度 不需要追蹤 哪個歲數就要結婚 整個垃圾 自己覺得 當我做到一個 怎樣的人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一個怎樣的人 我自己很相信這件事 我覺得當你在一段關係裡面 但你不覺得在一段關係裡面 你有一個 那個孤獨的感覺 我覺得才是 唉…最難搞的 應該在開航館那個日子 我就在澳洲幫我姐姐的 家庭剪草了 那一刻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段時間 令到我自己和自己相處很多 發覺很多事情都不能計劃太多 不能預計太多 其實我覺得我對家姐的感受 或者那個痛 我都習慣了 是不會… 我想這一輩子都會在 如果你問我現在 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我覺得不可能結束了 因為始終是一個自親 而這個痛能夠提醒我 未來的路很多 很多 你看東西的觀點 你看東西的觀點 或者你去珍不珍惜每一件事 我姐姐那時候 去看東西的point of view 是否我在他身上 能夠學到些什麼呢 是否我能夠把這個人的生命 轉化了一些美好的信息 是… 好像… 怎樣說呢 Do good to the world 對這個世界上 又回饋回這個世界上的一些事情 這樣說很大 但… 是因為我姐姐影響我的一些思維 就是… 很老套 但It's true 也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做音樂呢 是否想帶給別人快樂呢 是否想… 找到一些… emotion的出口呢 情緒的出口呢 其實如果我是這樣的理念的時候 是否應該做得更多歌 出來… 在這個時間裡面 是最適合的時間去做音樂呢 說話 就算在這個疫情裡面 我會… 即是想起自己 其實做音樂是重要的 那些人… 既然要合去 No, I don't love this so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